新加坡的一个官僚俱乐部 在这个俱乐部里面呢 它位于新加坡中部的洪帽桥的康乐区 主屋区 那么这边有很多玩鸟的人 玩雀的人 一早就在这里挂上鸟 吸收新鲜空气 人在这里吸收新鲜空气 那么鸟儿也在这里 吸收新鲜空气和见见太阳 那么很多新加坡爱鸟的人呢 或者是退休 没什么事了 就每天就开台车过来 拿着鸟笼 就过来这边 在这里晒晒太阳 聊聊天 或者是听着鸟 鸟音 鸟语花香就是这种环境了 这么这种自由的环境呢 这是有闲有钱的 你能享受的生活 但是其实钱也不需要太多 你主要有一种爱好 那么闲时是必须的 因为你每天来晒晒这个太阳 这个太阳没有闲时你是过不来 那么你看这里有一个人已经在开始收鸟笼了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已经是接近中午了 所以能挂上去的鸟笼呢 做的也不多 那么在这里想起我们副总理 曾经的副总理 陈云老先生讲的 我们中国经济要是鸟笼经济 都能控制 所有东西都在鸟笼里面 又好看 又不能让它飞走 就是这个环境 就是开玩笑 那么这种雕容呢 会使人家感觉到一种赏心悦目的环境 那么以前 那么在中国的环境里面 最早是经少 北京的少爷们 八旗少爷们玩的地方 玩的东西 那么后来呢 就慢慢慢慢也遍布了全国各地 那么在这个环境里面 我在广州生活的环境里面 也有不少的爱好之人 爱好之人呢 也会特别喜欢挂鸟笼的 那么现在我们在另外一个角度 去再看看这个官鸟居乐部 那么很多车停在这边 我们看到在旁边呢 我们看到对面就是一个 一个 food club 或者是坑厅 也叫新加坡 我们也叫小贩中心 所谓的小贩中心呢 都是我们的一些 就是吃饭嘛 那么下一集呢 方便的时候 我会介绍一下新加坡的小贩中心 曾经获得联合国科教人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 废物之文化遗产 很好玩的 看看这些鸟笼 我们拉去一下 看看这些鸟笼 就差不多有三番机的地方挂着吧 那么如果是一早过来 我们在这里听听 真的是聊雨花 想听听聊雨 很多不同种类的聊 在那儿唱歌 真是很舒服 很舒畅的环境 那今天呢 因为我平常住的地方 比较远 所以来这儿 大部分时间都会超过十点了 所以听这种聊雨的环境就相对少了一点 这是玩鸟 玩雀 玩雀的环境 是不是中国人特色呢 我不知道 什么华人特色呢 我也不知道 那么西方人会不会这样子玩呢 或者是中亚人会不会这样子玩呢 好像我还没感觉 因为见识不多 所以不敢说 这个阿叔呢 就递着个老龙 准备反归了 准备反归了 这里还有两个老龙拿下来 我们看看 慢慢跟着他上哪 这个鸟收汤回家了 这个鸟 你晒过太阳了 插完歌了 你跟我回家吧 静静地回去 我再喂养一下你喝点水吧 在这里几个小时了 差不多了 回家吧 他应该说是 一块年多幸福坐车回家 这种悠闲的生活 真是一种很安详 也很自由 这种和平环境 是真是一个永远的一种好追求 在新加坡真的日常生活 对中年人青年人来讲 都是很激烈的竞争 但是这边老人生活也相对来讲是比较悠闲和写意的一种环境 看着这个鸟人 很特别很特别的环境 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看着一个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一个鸟之路的环境 也看着很多车停在这里 也有老人家在这边散步回去了 这里很多车停在这里 这些车呢 因为我拍摄的这个时间呢 还不是星期六星期天 如果星期六星期天呢 年轻人又过来又带上一家过来 这种会更加热闹 因为这边的空气环境又空旷 又听着鸟语又闻着花香 慢慢散步 这是一种很协议的生活 那这边就是一个food club 我们也讲如果说汉语的就是小贩中心 小贩中心呢这边呢 我们在这边 也是很平民化的一种生活 这边吃个早餐呢 吃个中午饭吃个晚饭 封建游人 最低就是两三块钱 高的话就是十来块钱 这边呢是类似于我们网州吃饭喝茶的地方 但是这里呢是很少有提供茶 主要是提供咖啡啤酒 还有一些碳酸的饮料 还有一些冰水 这边呢 人的生活呢跟西方人比较接近 都喜欢喝冰冻的东西 一个很好很好的地方 我们见识一下新加坡的悠闲生活 好啊 大家感觉怎么样 不错吧 慢慢享受 吃饭吃个 Rams 吃饭吃吃 小虫 吃饭吃